你还记得你的小时候都是几点钟睡觉的吗?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,现在的小朋友睡得真是越来越晚了, 不少小朋友都是到11点钟之后才开始睡觉。 但是家长们要注意了,新的研究表明孩子的做些时间会影响大脑发育。 这项研究将青少年分为两类, 夜猫子型,也就是晚睡型,和百灵俩型,也就是早起型。 通过情绪行为观察对比以及大脑功能检查之后发现, 变猫子型青少年更容易出现攻击性行为和反叛行为, 同时两类青少年大脑的结构和发育速度也产生了较大的差异, 这也就会影响到孩子的记忆、情绪、情感认知、注意力、同理心等等。 这也就说明了,早睡对于孩子的大脑发育和心理健康是十分重要的, 那么家长们应该重视孩子健康睡眠习惯和规律作息时间的培养, 这是孩子健康成长路上不可或缺的一环。 所以说家长朋友们一定要督促孩子们早睡。 我是徐医生,关注了解更多健康小知识。